自古以来 变法都是改天换地的大事 本来就雷弱的老秦 商鞅一口气就要杀700多人 这种行为 吓得迎去梁心里慌得不及 本来就是个破罐子了 你还使那么大劲帅 能受得了 商鞅却摇了摇头 迎去梁当时就疑惑 你妈意思 你觉得老秦人经受得起吗 我自己嗝 茶不思 饭饭不想 一口面条一口蒜 两亿块钱不敢花 我容易吗 你的思想觉悟啊 真是有代替个 商鞅一看 行啊 我跟你掰扯掰扯 你现在就是当局者迷你知道吗 哪走遍秦国 知道咱老秦人的情况 老秦人是明事理的 也知道轻重缓急 这次 我一口气抓了千把个人 秦国百姓乱了吗 没乱 原因就是 咱老秦人的民心还在 迎去梁瞅了眼商鞅 袖子一甩 看着远处的打扇 看起来是在思考 实质是在想念 岳阳城的羊肉泡馍 哥这儿太冷了 咱换个地儿再变第二场 经过了第一轮的劝说 迎去梁的想法愈发坚定了 而商鞅要做的事 第一件加大力度 迎去梁来回夺了好几步 商鞅看出了秦公的犹豫 可秦孝公就一个想法 扛不住杂症 秦国扛得住 秦人扛 商鞅也知道 迎去梁现在属于是 心疼老白驼的立场 他当即开口 迎去梁 全其功臣失礼 余吓得只有一句 天宝 上酒 满饮一瘸后 商鞅回头 似乎在询问营去梁 你真的下得去狠心吗 而秦孝公举重若轻地说了两字 放手 有了这两个字 魏央便头也不回 一路奔向梅县左书长的临时办公室 商鞅仅仅三天没到梅县 民怨就已经沸腾到 仿佛能烧了魏央的行员一样 属于是毛坑里面丢手雷 激起民愤了呀 警戒眼瞅着要拦不住了 商鞅可算是到了 打眼一看 好家伙 都是荣迪新移民 就是咱也不知道 为啥还有穿红衣戴黑帽 不认识 还以为是地府来串门的呢 咱细细一想 孟西白三足不给水 逼得他们移民也没办法 他们能不找商鞅吗 商鞅也干脆 我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 底下的人 那可就无乐意了 那你跑了那么多天 干啥去了 是不是要逃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 孤灯寂寞夜沉沉 不卷不是秦国人 正瞅着左书长府内 没人加班呢 报名从诉 商鞅的大气 让荣迪移民颇为感动 他甚至许诺 大行之后三天 有任何不公 随时找他 然后商鞅觉得 不能惯着这些新移民 上游聚谁 你们闹事 你们要是觉得官府处理不公 好 我替你们把官府给处理 商鞅再举起手 孟西白三人犯上 你们不服气 那我今天 就让你们好好服气 这个处罚 看似不痛不痒 这变法的节骨眼上 抽这么大事 赵康的政治生涯 基本上是报销了 剩下的日子 那就只能是 桥洞下面盖小辈 小辈里面 抹眼泪 抹完眼泪 无所谓 逢人就说 对对对 荣迪新移民 这下是真服气了 在黑帽子老族长的带领下 直接走了 解决完了荣迪移民问题 商鞅马不停蹄的 就要开始杀人了 这一杀 就是整整700多 眉线刑场 哭声响彻 愁云惨淡 商鞅变着变法骨干 带了神兽谢智 就有人赶紧禀报 上扬没好气的 看了一眼 咱们在这里展开一下 所谓的活迹 便是人寻人寂 秦国素来有活迹的传统 诗经黄鸟有约 娇娇黄鸟 止于吉 谁从目攻 子车眼熙 为此眼熙 百夫之事 娇娇黄鸟 止于丧 谁从目攻 子车重刑 为此重刑 百夫之房 娇娇黄鸟 止于丑 谁从目攻 子车真虎 为此真虎 百夫之欲 这里咱们继续说回剧情 强势阻止活迹后 大鼓雷翔 犯人入场 围观群众 一声声冤枉 喊的是卑卑气气 可左书长府 出来的变法骨干 都是奉法行事的理想青年 直接宣读了 左书长宣行 威央迎着烈烈的风 拿起了竹箭 渐渐有据 人人成案 人之将死 气焰已煞 老孟家的族长 张嘴就恨不得生诞了威央 戎抵虎毛 也没了持刀的汉用 只是一口一个不服气 只有老白驼知道 这一切的身意 这个末期老年穷的工匠 挣脱了束缚 一头撞死在了行刑母庄上 他用他的鲜血 成就了变法 竹箭上的一抹烟喉 商鞅也知道 此刻正是收人心的机会 他也拒绝了 白氏一族的感谢 这给围观的末家弟子 都给整不会了 这个商鞅 刻薄寡恩 闻所未闻 接着 鼓声响彻 人犯艳明正身 随着斧子的落下 七百多条人命 至此谢绝称欢 变法之信 有席目利心 变法之威 有眉线斩首 商鞅骑着马 迫不及待地 找到了满眼寒厉的盈曲梁 刚一拱手 整个人就摔了下去 盈曲梁抱着胃腰 心中的震撼 无以复加 这一刻 没有君臣 只有知音和兄弟 曲刚未必 人不识 自有知音 贺清词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关注 东乐剧院 下一期更精彩